這個地震在今天的晚上9點41分發生 它的位置是在台東縣政府北方35.8公里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關山鎮 它的深度是7.3公里 是非常淺層的地震 規模是6.4 規模6.4是今年第二大的地震 而且是陸地上 上次今年最大的地震是在323的規模6.7的地震 那時候是在外海 發動的外海 那這次地震也出現了 我們偵測到今年最大的震度 也就是在池上這個地方 有偵測到這個6強的地震 那之前323的地震是6弱 所以這個地震因為在陸地上 所以它的震度特別明顯 而且這個地震全台都有感 包括甚至到最北邊的台北都有 震度都有二級 那這個地區發生這麼大的地震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應該這麼說 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構造存在 因為在歷史上 這個地區從1973年以來 那就是將近50年 從1973年以來 總共規模發生 總共 而且我們的範圍是10公里到15公里 15公里以內的範圍拉這麼大 那這個範圍 總共也只有7次規模超過5.0 其中只有一次規模超過5.5 在1998年 那這一次的地震 其他的地震 其他6次 其他6次都是規模小孩5.5 都5.2 5.1 所以這裡的地震是非常非常的稀少 那從以前從地震的分布也看不出來 它之前有什麼破壞性的 或者是明顯的破碎帶的存在 所以我們一開始以為它是跟 池上斷層有相關 因為它非常接近池上斷層 而且池上斷層也是 最近大家地震界非常注意的一個斷層 可是我們如果定位的位置沒有錯的話 它跟池上斷層的傾斜面是不相同編的 它在池上 因為地震壓發生在池上斷層的西邊 那池上斷層的斷層傾斜面是向東傾斜的 雖然非常接近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它實際上可能跟池上斷層 並沒有直接的相關 不過因為它地震非常大 有可能會引發上斷層的錯動 有可能 小的錯動也有可能 那以我們現在看起來 我們目前認為在兩天內 應該還會有規模5的余震 這個主震6.4 它到現在為止還持續有余震在發生 這個余震最大的是剛剛才發生的 就是在10.35分 有發生規模5.3的余震 它是最大的余震 其他還有8個余震 都是中小型的余震 就是規模只有3.78或4.23 所以最大的是4.8 所以它這裡 因為規模很大余震很多 這是難免 短期余震很多是難免 但是我們認為它應該很快就會 因為余震它的規模都不大 都不大 雖然多 但都不大 那可能是相同的構造所引發的 引發一個主震之後 它會引發余震 它的余震是在短時間之內的能量調整 我們的預估應該是兩天內 應該還會有 不排除有規模5以上的余震 那規模4以上的余震 我們覺得5天內大概不排除 接下來我講的是比較密集很明顯的 以這麼大的地震 有可能它的余震會拉到好幾個月 可是它的地震的規模就會變得很小 比如說規模都是3點多 然後時間會拉得很長 比如說每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才發生一次 這個可能會拖了好幾個月 這些我們也會把它當作余震 可是影響就並沒有那麼大 我想最主要的影響還是這個主震 接下來的余震我想影響應該不是很大 那這是屬於正常能量的釋放嗎 我們其實現在不談正常能量釋放 因為每一個地震的能量釋放都不正常 你想想看 這個50年來沒有發生過規模6.0以上的地震 最大的地震也不過只有一個規模5.8 那怎麼回事正常 現在發生將近6.5 6.48 那怎麼回事正常 每一個都不正常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講說 這個地震是不是屬於背景地震的一部分 現在是這樣子來區分 那看起來也不太像背景部分的一部分 背景地震的一部分 因為從我們剛剛我剛剛說的這些歷史地震來看 它也沒有這麼大過 而且這個應該講說 從歷史上的這個地區的能量釋放 這個是這個主震所釋放的能量是超過30倍以上 所以當然也不是 也跟背景地震也有一點差距 所以這個地震是相當特殊的 那也是因為它是相當特殊 所以我一開始我就說 我們對這個地震確實不太了解 因為它這裡的 我們長期以來觀測這個地區 並沒有明顯的破碎帶 也沒有明顯的一些破壞性的構造存在 那忽然來一個這麼大的地震 那我在猜 可能還是跟板塊的推擠有很大的關係 板塊的推擠剛好在它這個中邊的地區 你看它就是在板塊推擠的位置 那這板塊推擠 其實板塊推擠的這個位置 地震法沒有 它這北邊多 它在板塊推擠的南邊的地震 大部分都發生在 不是在島湖就是在這個峽谷這一帶 那這個是推擠 我想是長期的推擠之後 有擠壓到這個 因為它已經發生在這個 縱谷的西邊 那這縱谷的西邊 它其實是屬於歐亞大陸島塊的部分 那這個可能是長期推擠 然後它還是有一些變形 那這個變形呢 它時間長久積累之後 它這裡 它因為它靠的是 莊莊山脈的最右邊 那莊莊山脈最右邊 它是一個比較堅強的變化 比較堅固的一個變質岩地帶 所以它能夠累積比較大的能量之後 再釋放 我們往前看 說不定一百年前 說不定也有這麼大的地震 但是五十年內 我們是沒看到這麼大的地震 也許一百年前有這麼大的地震 那就是說它在這邊累積能量的時間 需要比較長一點 然後才會發生更大的地震 那跟它的地質結構有關 因為它比較堅硬 它這個能夠彈性變形 彈性變形的變形量可以比較大 所以它變形量大 它破碎的時候 造成的地震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我們目前能知道 能解釋的只有這樣子 那至於這裡是不是有什麼構造存在 說真的我們目前真的看不出來 也不知道 從歷史地震還有所有的這些 前我們所發生過的 對這地方的構造 我們確實看不出來 這裡有沒有 在這個淺塵地區有什麼 破碎帶 明顯的破碎帶存在 以上是我的簡單的報告 那大家最關心的當然就是餘震 那我可以這樣講 餘震 我覺得餘震應該是這樣子 我說不排除兩天內 有規模超過五的餘震 那是因為它的規模 這次的規模比較大 規模超過已經接近6.5 所以不排除兩天內 但是以這個地區來看 它其實它發生地震 因為它的地質結構是堅硬的關係 所以它釋放能量 應該是很快就釋放 所以它阻震完了以後 一連串小的地震發生 發生完當然規模五 也許就在一天兩天 也不會 次數應該也不會多 那接下來很快它就會衰減掉 然後之後就慢慢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倒不需要擔心 就是說這個地區會造成 後續會有大的地震會再發生 或者是會造成更大的災損 這一點我是可以 跟大家來做一些保證的